冯有兰的说法 冯有兰就是抽象继承 抽象继承 抽象继承 它抽象就是把历史环境 和当时的历史现实把它抽掉 它变成一个抽象的 你比如说做好人 这句话从古到今都可以说 对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 忠孝仁义 这都抽象 抽象的话不管哪个时代都该有 这个东西不只是中国人 因为前几十年来 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迪百瑞 他也是讲 他讲的孔子的这些东西 儒家这些思想 不只是超越中国的时代 还超越全世界的时代了 所以现在这个 迪百瑞九十多岁了 还在讲这个 我去年去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 说他们请迪百瑞来讲九十一岁了 还在讲这个 滔滔不绝讲两个多钟头 要不是别人提醒他说 时间到了 还不停了 他就是说是 孔子儒家的这些道理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是真的 你像我听一个老和尚的净空法师 反复的讲到 说是汤因比 曾经反复讲 说是未来能够拯救世界的 只有大乘佛法和中国的孔梦之道 他这个曾经有一年 在1993年的时候 世界开过一个叫做世界各宗教的联合大会 他提出来就是说 找一个大家的底线这个伦理 这个底线伦理就说 所有的宗教都能够共同接受 有人就说 咱们找什么呢 最后找了一个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问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很多人就很兴奋的 说你看 儒家这回可成了股市价值了 万古不费 但是问题是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话 如果不是用中国的古汉语来表达的话 在世界其他宗教也有了 没错 我就纳闷这个问题 我说像忠信仁义 好像耶稣也讲吧 好像美国人 任何一个做好人的 你就是人际的关系 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孔子最关心这些东西 所以他讲了很多话 那这些话呢 他是有道理的 可是这个道理呢 别人也讲过 我觉得不同的文明 都对这些都很关心 所以我总结 你不能说是不重要 他们现在就是说 只是抬出孔子的这些话 觉得他是一个普世真理 而且是亘古不变 能够贯穿千古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太夸张了 我以前就讲这个 看你信不信 对 自说看你信不信 比辱家有这种道德 佛教有没有这种道德 道教有没有这种道德 其实在中国几千年 两千年来 有佛教和道教以后 儒家的很多伦理 之所以能够维护 是要靠佛教和道教帮忙的 是 你如果他没有设地狱 天堂 净土 这样的一些轮回 这样的一些东西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所以有人说 世上的人呢 尽管有不怕王法的 但是他有没有不怕地狱呢 没有 所以呢 他就用地狱天堂来维护 一个人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呢 是儒家的 葛老师刚讲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地狱 天堂这个观念啊 控制是不讨论的 这个超越观念 畏之生 焉之死 控制不讨论 不与怪力乱神 大家不讨论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呢 在整个社会的维系上呢 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所有宗教的力量 其实是 所以到了中古时期 我前一段时间 跟郑教授讨论的 就是有一句话 是最流行的 叫做带盆何以望天 怎么解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带着个大盆盆 你怎么看到天 所以你如果是 只看到儒家和六经的话 那别的事情 你都看不到 就坐井观天 所以中古时期 佛教和道教起来以后呢 就很多人批评 说你们只知道儒家 不行的 所以就是说 周恐有所不言呢 有的东西不知道 或者不解 也不知道啊 所以到了这个时代变更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你不能够说 我只靠这个争古不变的永恒价值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现在往往有一些人就觉得 哎呀 道德轮上了 秩序大乱了 那么我们最容易恢复一个秩序 那么啊 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子 对不对 这个我想是很多人是用这个想法的 但是能恢复得起来也行 咱们可以预解 可以预解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香港演艺界大哥做客现场现身说法 演艺圈有意何在 真不是人 我们就怕第二人看不到他 打拼三十余年 做影帝有多难 这么一可能跟我走不跟黎明走不 神秘嘉宾现场连线 你那会是谁 这是我的节目 你让他讲好不好 大哥曾志伟为您讲述他的情谊江湖 鲁密有约 星期四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能靠花拳秀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鲁密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名牌 好空调 鲁密造 至今至光 广气集团 无故声为乐趣节目 一年一度国家大剧院 除夕夜为您献上 龙凤城墙 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2010 指挥家陈左皇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联手为全球华人带来火热激情的中国新年 独呼声为大吉大利 凤凰卫视中安台 葛老您说啊 说这个孔子是什么 治国之道 刚才讲汉武大帝的时候 但是我又想起呢 那我们本家呢 我的汉武大帝 他妈好像姓豆吧 豆太后是不信这个 他是姓黄老 他豆太后的时候 他就讲无为而知 他拿这个老子的这一套 甚至是法家的这一套